中文字幕志愿者 从虎聚龙盘的南京 推回到北枕居庸 南辅中原的幽烟之地 从明代永乐皇帝朱棣 到中国的末代皇帝爱新觉罗补仪 明清两代的帝国首都 再也没有离开过北京 明清五百年间的经营 奠定了今日北京城的基本规模 中国传统文化的魂魄 明清文明的金魂 也凝聚于北京城的金碧辉煌之中 明清北京 最为震撼人心的 无疑是那威鹅壮丽 金碧流灰的紫禁城 他深切地渗透着那一时代皇权的威严和文明的烂书 有正阳门而成天门而武门 一足足空间层层推进 仿佛要将帝王的林林威势引发到遥远的天际 而紫禁城的主体建筑太和殿 便是庞大宫殿群奏鸣起的黄泉交响乐中的高潮 太和殿内外 庄重威严中 蕴含着雍容平和 庄严意味着礼 强调别贵贱 蓄尊卑 突出君主的无上权威 平和 欲含着乐 强调整个社会的统一协同 以及维系民心的和谐安定 也象征着天子诗人于天下 中国政治文化复杂而精微的性格 在这里表现得十分明白 紫禁城位于古代中国令人敬畏的权力疯癫 他曾经以强大的凝聚力 促进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巩固 他又以愚昧与封闭 使中华民族在近代陷入灾难与耻辱的深渊 八方异域的精致工艺品也汇集于紫禁城内 他们显示着中国文化艺术的灿烂 也表征着天子富有四海的气概 北京紫禁城是中国古都文化成熟的结晶 那每一座建筑 每一根梁柱都承接着久远的历史 他从渺远的过去走来 又将中国古都文化向未来推去 以天人合一 皇权神兽为理论基石的中国专制帝王制度 决定了中国古都不仅是政治中心和军事中心 还必须是祭祀中心 北京一系列祭天四祖的建筑 正显示着祭祀中心的特性 明代承天门 也就是清代天安门的东侧 是祭祀祖先的太庙 在太庙内 明清帝王每年举行祭祀大典 以敬天法祖照示天下 血缘宗法是中国传统社会组织的根本性纽带 慎中追远的伦理准则 久远以来就潜移默化于中国人的血脉之中 社祭坛位于天安门西侧 坛中以南红 西白 北黑 东青 中黄五个方位 铺设五种颜色的土 从而象征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在中国古代 社是土神 祭是古神 对设计的祭祀显示出古代中国以农历国的根本特性 天坛是明清两代帝王祭天和祈祷五谷丰收的地方 它不像中东与欧洲宗教建筑那样 着意渲染神秘的气氛 而是在树木崇高之中 蕴含天人相通的亲切 天坛中的起年殿 庄重 威力 三重青蓝色垫顶与天空色调近似 从而显示人与天的相亲相近 从起年殿 经丹壁桥过城真门 坐落着天坛的另一组主建筑群 和起年殿相呼应 回音壁 黄雄雨 以及祭天的环秋 也都以各自的风采 镌刻着中国工匠卓役的创造力 以及中国哲学独有的至私取向 明清北京 天地日月谈 东西南北呼应 天地自然崇拜 伴随着君主崇拜 祖先崇拜 先贤圣哲崇拜 在古代中国历久不衰 北京的黄史城 是明清两代的皇家档案库 它曾经储存历代皇帝的宝训 石鹿 以及皇族的家谱 也储藏重要文书档案 重视历史知识的积累 重视文字记载和资料保存 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 印度民族常于超越的向往 却疏于历史的总结和文字记载 古希腊常于哲理性地 思考世界的本源与存在的样式 却也缺乏历史的连续性记录和研究 唯有中国拥有世界其他民族 无可比拟的浩瀚奠基 和从未中断的历史记载 北京不仅拥有金碧流徽的宫殿 庄严凝重的檀庙 还拥有那一世纪最为起立的园林 位于故宫神武门北的景山 是全城平面的几何中心 它的最高点也是全城的最高点 这儿松柏聪裕 亭格秀美 魏魏然如一个巨大屏风 致力在紫禁城后 北海 坐落在故宫西北部 它从元代开始就是宫廷苑幽 临临湖水环抱的琼华岛 迷离归立 它的建造激奠着秦汉以来 帝王们对蓬莱仙山的项目 寄托着不死的追求 琼岛上的白塔是北京的标志之一 塔不同于粗广壮伪的庙英寺白塔 而是清香典雅表现出一派阴柔之美 琼华岛上北海岸边 殿雨高耸楼堂巍峨 精美的建筑与山石相见 极乐世界内汉白玉石壮上 镌刻的十六罗汉图 唯妙唯孝引人入胜 北海的九龙壁文明侠尔 这座彩色琉璃砖影壁的大戟 是以琉璃云流云飞龙文 壁顶为琉璃五垫顶 南北两面各有九条彩色大龙 奔腾在云雾波涛之中 临水而建的五龙亭是明清帝王垂吊与观看焰火之处 弯转如油龙的石桥将五龙亭连结为一体 使他们相得一张更为柔美秀丽 穷岛美景太夜碧波 北海的风光赋予诗情画意 北京园林之魁无疑是那万元之元的元明园 这座历经百年修建的园林 凝聚着东方文明的精华 然而公元1860年 野蛮践踏北京的英法侵略军 却将他抢劫烧毁 能烧的都烧了 只留下一片断壁残垣 元明园的美无法复现 但是法国作家于果对他的描述 却具有圈勇的韵味 他说 希腊有雅典女神庙 埃及有金字塔 罗马有斗树场 巴黎有圣母院 东方则有圆明园 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 无可比拟的杰作 它远远呈现在神秘的暮色中 就仿佛是欧洲文明地平线上 亚洲文明的侧影 位于北京西郊的颐和园 是中国北方皇家园林的代表作 颐和园是万寿山和昆明湖的总称 这儿湖光山色相映 波光云影流灰 长桥 楼阁 亭台 布局得意浑然一体 它虽有人造 却宛若天成 假如说北京的宫殿 更多地体现中国政治文化的性格 北京的檀庙 更多地体现中国祭祀文化的性格 那么北京的园林 则更多地表现中国文化的美学趣味 这是一种不同于西方规划式园林的样式 也不同于情调冷峻 而是有弱自然 高于自然 它不是画 但有着如画一般的质感的风景形象 它不是诗 但有着诗一般的节奏和旋律 诗一般迷人的意境 天与人 情与景 在中国园林中高妙地融为一体 无言之美与沉静幽丝的情调 形象地传递出中华民族独有的审美意识 与文化精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中国七大古都中 北京具有特殊的文化地理位置 它不像洛阳开封那样位居中原腹地 而是处在农耕区和游牧区的分界线上 明清两代建都于此 便是适应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交汇重心 从西北转移到东北的大趋势 以帝王亲临两种文明的交汇点 就近处理民族问题 构成今日北京景观一大特色的 是盘旋于燕山山脉之中的明长城 东崎山海关 西至嘉狱关的明长城 是帝国北部边疆的坚固防线 位于北京城西北的居庸关 便是北京的北大门 这里崇山峻岭地势险要 居庸关之险不在关 而在八达岭 八达岭为居庸关北面的绍口 这一带城墙高耸 敦台林立 烽火相望 其威然气势 使明代人称他为北门索月 绵延万里的砖石长城 并不能确保明王朝的长治久安 在关外清兵与关内农民起义的双重打击下 明王朝终于复亡 十七世纪中叶的北京 一系列事变烟花缭乱 李闯王匆匆进京又匆匆出京 满洲八旗从山海关汹涌南下 入主北京建立起清王朝 复原辽阔的清王朝 是一个气魄宏大的多民族统一国家 聚居于北京的五十五个民族 无不在北京都市生活中 打上本族文化的烙印 牛街礼拜寺是北京规模最大 历史也最为悠久的清真寺 顺治地为达赖武士进京朝进而建的 铸西之所 俗称达赖庙 清代 是西藏是西藏与中央政府联系空前强化的阶段 顺治康熙年间 清政府先后册封达赖喇嘛与班禅俄尔德尼 确立了藏传佛教达赖班禅两大活佛转世系统 在西藏在西藏的政教地位 五年班禅六世入京 就在这西黄寺塔因病原济 秦王朝于是建立起印度菩提加耶市的班禅六世衣冠石塔 取名清静化玉 清静和化玉是佛教特定语会 以他们来命名班禅六世的木塔 意在把班禅六世比作引导众生向成佛之所进发的导师 秦龙帝对班禅六世的热烈褒奖 出之于秦王朝加强与蒙藏地区联系的国策 在清代塔红墙黄瓦宛若皇宫 雍和宫原来是康熙四子印针 也就是后来雍正帝的藩帝 印针即位以后这座王府改名为雍和宫 人们传说雍正帝便死于这龙前禁帝 此乃清朝一大一案 雍正死后 继位的乾隆将雍和宫改为喇嘛庙 一方面借宗教为父亲超度亡灵 另一方面则是显示对喇嘛皇教的崇信 以密切蒙藏两族与朝廷的关系 雍和宫容汉藏建筑艺术于一庙 黄色琉璃瓦和多种风格的垫顶 焦香灰映映 牌楼单膝石碑 马泥赶翻 香语呼应 处处文物一记 引人流连 法轮殿是雍和宫喇嘛集中念经之处 它取中国传统宫殿建筑样式 又加上西藏宗教式装饰 瑰礼庄严 别具一格 法轮殿殿内 供奉着高十五米的大型铜柱宗喀巴像 高大魁梅气象不凡 这位藏传佛教的宗教改革者 创建了西藏喇嘛教中 势力最为强大 影响也最为深远的黄教 形成一代宗风 宗喀巴像后 四彩鲜艳的壁画 以及用檀香木雕成的五百罗汉山 藏式艺术风格浓郁 在藏民族审美理想与爱好情趣的熏染下 连西天来的神灵也换上了藏族的吉祥物哈达 汉满猛藏四种文字捐客 而汉满猛藏四族也确乎在清代建立了密不可分的血肉联系 为于北京东北二百五十公里的成德避暑山庄 是清代民族融合的集中体现 避暑山庄虽然在北京之外 但它全然是作为京城的延伸而得以建造 从这个意义上说 成德避暑山庄是古都北京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成德原名热河 因境内温泉寒冬步兵而得名 这儿六月无暑九下生风 曾栏环抱 群风苍翠 景色幽碎深远 成德的政治地理位置也十分特别 他南进京师 北控大漠 东临清帝的龙兴之地辽和流域 建行宫于此 既可言下避暑 又可以就近处理民族事务 十八世纪初年 清王朝在热河辟至园林 兴修离宫 康熙帝亲笔为热河行宫提名约避暑山庄 从此边江少数民族 清王朝在热河辟的上层人物每年轮番汇集于这里 禁建皇帝 谭博敬城殿 是避暑山庄的正殿 这座大殿以南木建成 每当夏季 每当夏季殿内便散发出浓郁的南木香 谭博敬城殿 是清朝帝王们庆贺生日 接近少数民族王公贵族 以及外国使节的地方 来自西洋的各种礼品 至今还陈列在大殿内 如意岛上的烟雨楼 乃是模拟浙江嘉兴南湖鸳鸳鸯岛上的烟雨楼而建 尖采江南园林的清秀小巧 与北方园林的凝重平石 是避暑山庄成为中国园林建筑的典范之一 万树园旁的设立塔挺拔秀丽 其模本是杭州六合塔 设立塔中的万树园 园内布施土木 而以蒙古族的习俗设置蒙古包及活动房屋 捶风落照 是避暑山庄三十六景之一 每当夕阳夕下 庆捶风孤高处立 金碧辉煌 景色奇艳 康熙 乾隆 嘉庆等地 常在将近皇军时 率领文武官员及少数民族王公贵族 登林与庆捶风摇摇相对的 捶风落照亭 举行蒙古风味的野宴 瑰丽的捶风落照 与都民族友好交往的圣景 交相回应 避暑山庄的外围 一组大型喇嘛庙群 以群山而立 这就是著名的外八庙 外八庙是清王朝为怀柔猛葬王公贵族 而建立的宗教活动场所 他们面向避暑山庄 象征着都民族国家的强盛 巩固和统一 相继建造于18世纪的外八庙 处处留下了蒙古 西藏 以及其他边疆少数民族上层人物的足迹 公元1771年 厄鲁特蒙古土耳护特部 在首领沃巴西的率领下 历经艰险跋涉万里 从福尔加河流域返回祖国 乾隆帝在避暑山庄和外八庙 召见沃巴西 封他为英勇之函 土耳护特回归的伟大壮举 使外八庙更为神采动人 外八庙庙与造型布局一格 藏猛汉建筑艺术交相融合 洋溢着多民族一体的宏大气派 从明到清 北京发挥着日益强大的民族聚合功能 民族融合的大潮 使绵延万里的长城 泯灭了华谊天剑的文化隔绝功能 当陈属有请修缮长城 康熙皇帝达到 修筑长城实属无益 以北京为中心 各民族文化相互融合渗透 中华民族走向雄浑壮大 前方的大气派 会选择 休息 吉他 对 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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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他